你… 楊賢 你這個唐塔佬 是不是又想逢子抓人 沒有…唐塔佬天王 我求你不要抓二樓盾 他娘已經死了, 她很可憐 你高大鬼賊就不要抓她, 好不好 就是了, 呼籲有雲 死了就大了 以前有甚麼就算了 算了…好不好 楊賢, 上船接旨 我喜歡, 我喜歡, 上船接旨 這個是因為上船手 不一定會抓到 但我永遠不忍受 說, 由我繼續去 盡力, 暗路 等等 怎樣 我哭治了 istes bad 說, 你好 敢來, 我哭了 我哭了 對 Eight 我哭了 到文字 是他甘願打六十八層鳥獸虎 永不操心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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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幾句話 托我跟你說 我有兩件事要你去做 是甚麼 第一, 要你為天上人間的百姓效力 勤職谷德 要你走個頂天立地 人臣共養的好神仙 第二, 你又不要再為他 胡作非為, 搗亂地府 如果你稍有行差答錯 你娘絕對不會遙數你 我娘沒有其他話說的嗎 你埋葬了你娘之後 就迴返天庭覆命 不得有用 三眼仔, 還留在這裡 快去救娘娘 不行…大師兄 你剛才有沒有聽到 大師兄說 不准二郎神落地府搞事 大師兄不知道十八層地獄 怎會才這麼說 平時我們聽到的 一至十五層地獄 那些歐利根、上刀山、落油鑊 每個人都知道的 在十七層那裡 你別說炭也沒得你吃 經濟衣服也沒得你穿 最差的是甚麼 最差的是每天都要 受這個利劍穿心之苦 因為說不痛 大師兄 我當日在流沙河 每天要受七劍穿心之苦 十七層地獄有沒有這些苦 當日是你自己論盡 打破了眼流離燈 才要每天受七劍穿心之苦 那些都是皮肉之痛 在十七層地獄裡面的冤魂 他們每天要受的 是瘀心之苦, 穿心之痛 十七層都已經這麼惡頂 十八層就很糟糕了 十八層甚麼都沒有 十八層甚麼都沒有 怎麼會呢 十七層都這麼惡頂 那十八層就不是最惡頂 沒有不代表不惡頂 在十八層地獄裡面的冤魂 他每天都要經歷六次 他生前最痛苦的事 六次 其實最大的懲罰 並不在於傷害身體 而是精神上的折磨 那大仙是不是很可憐 每天要經歷六次 和二郎臣的生離 和他夫君的死別 真可憐 上當年我和常鵝妹 分手一次而已 都忍心忍忍忍 你六次那樣又怎麼撐呢 甚麼人想這些毒辣事 這麼可憐 那娘的命會受很多苦 你別說這麼多了 快去救你娘吧 楊空 不可以去 師父不行 這次我一定要去 你以為要遺師這麼緊沽 奏你才聽話 別黏默, 師父 師父, 大仙這次去救人 不是下去搗蛋 你別妨礙他 其實天下家人的父母最難過的 莫過以自己的子女 不肯聽他的話 楊空, 你下去地府救他 這樣並不是辦法 相反來說, 所謂一劫折一劫 你更令他屠添罪孽 那我應該怎麼做 這樣吧, 你就隨憑爭 一起念往生就 希望可以借助秒陰佛法 燒除他心中的怨氣 超渡他的亡魂 凡間仙戒被堅貞 烈火深雪巧虔誠 合盡一笑無需 愛恨似愛世敬 戒恨戒憎不戒心情 師父… 師父…不行了 那些經文打回頭了 變成回頭經了 阿彌陀佛 師父, 憑爭一己的念力 不能幫你娘化解銳氣 連聖僧你也沒辦法 根本可以做甚麼 所謂眾生皆苦 希望憑爭可以早日 得到大乘佛法超渡眾生 沒用的 師父都說沒用了 不如你總是回天公復病吧 要不然玉帝就罵你了 吳空, 由得他呢 他娘聽到也好 聽不到也好 他總算做了做子女的責任 師父, 那我們現在怎麼樣 不如這樣吧 我們快點起程可大乘佛法 眾生不苦, 眾生不甜 慢著, 先加些審氣 肚子 肚子 怎麼這麼大?大聖爺, 有甚麼吩咐 二郎真骨現在在念經 你們倆幫我好好照顧他 不要被人騷擾他 知道嗎 知道… 為甚麼二郎臣還不回覆命 梅品玉帝, 肚子說他要念經超渡的娘 所以要稍持坐回返天庭 荒謬 他娘早已打到十八層地獄 那裡連經文也不到 他念經無補於事 立即派人叫他速返天庭複名 領法子 慢著 王兒, 楊展只是一片孝心 明知不可為為之, 其情可鑑 那就由他吧 玉帝, 二郎臣不愛盡人子之賊 情有可原 啟稟 啟稟玉帝 等他多念幾個時辰 他一定會發覺一切都是桃園 那到時自然會重回崗位 既然眾先家也這麼說 朕就等他死了心, 再叫他覆命 三眼仔 阿姨, 你怎麼樣 怎麼樣 阿姨, 你怎麼樣 阿彌陀佛 二郎真君他為了超渡母親的莫憤 竟然自主生死於道外 其成天人可駕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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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真君又幫我這麼多人 我們一起去和善遂說她的後面 讓大家一起幫她招待大師女 是吧 去吧…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來, 去吧 本來你們是罪無可恕 打下十八層地獄獸虎 就算連執都外惡能在 但是天上凡奸 都比你兒子養字的孝心感動 一起重念經文 孝感動天 所以你們才可以脫離地府 返回天庭, 恢復仙女身分 而你們夫君楊松伯 亦得以輪迴轉世 不用再做地府的冤吻 那就好了, 冰淇淑涼 你們受了一千年的苦 終於可以重返天庭了 我們有一個請求 好, 你說吧 其實一切種種 歸根究底 都是當日我們倆不安於本分 才會闖出如私大禍 記得當年我被喊於桃山之下 感受到作為一個娘的 都不能夠好好照顧她的嫌疑 那種痛苦真是刻骨銘心 永至難忘, 所以我懇求玉帝 賜給我們一個職位 去彌補以往那種過失 那你想做什麼 究竟雪涼冰青兩位仙女 想做什麼仙職呢 古老有個傳說 小孩子睡覺的時候 很少會跌到床上受傷 原因就是有床頭婆婆在照顧她們 相傳二郎神楊展的娘 自覺身為娘 但從來未對自己的骨肉 盡過養育的天職 於是就化身成為床頭婆婆 照顧天下間的孩童 我們來